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啊 今天这节课是我们这一学期的第二节讨论课 那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讲动态电路在我们工程实际当中的一些应用 用我们在上一节课学到的一阶动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来分析我们在工程实际中碰到的一些现象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利用它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当然在工程实际当中还有二阶甚至更高阶的电路 那我们在以后学完理论的基础知识以后我们再来分析 今天我们这节课主要是讨论的一阶动态电路的应用啊 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理论的铺垫啊 就是要做一下理论知识的储备 首先给大家讲的是脉冲序列作用下的RC电路 那么讲完这个RC电路以后呢 我们下面就要来介绍利用这个理论知识来分析一下 动态电路的特性给我们的实际应用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那么我们是以MOSPIT反向器的输出延迟为例啊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当然除了它不利的影响 我们还会讲到说怎么样来利用动态电路的特性 来实现我们一些特定的功能 那我们主要是以两个变流器啊 一个是DCDC变换 也就是直流到直流的变换 还有一个是交流到直流的变换 这样两个典型的电力电子变流器电路 来给大家讲一下动态电路的一些有利的应用 那这是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个我们还要介绍运算放大器的动态电路 我们前面讲的动态电路都是纯的RLC元件啊 没有涉及到运算放大器 那我们在一学期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讲过运放了 当然这运用的时候呢 也要把它给拉进来 那么这个地方的应用呢 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积分器和微分器 还有一个是脉冲序列发生器和智慧比较器 虽然同属于含有运算放大器的动态电路的应用 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原理是有非常本质的区别的 我们在第一个部分介绍的积分器和微分器 实际上还是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负反馈电路 含有运放的负反馈电路的应用 而后面两个呢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的内容 也就是说含有运放的正反馈电路的应用 那含有运放的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 它的分析方法有非常大的区别 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课堂上顺利掌握 因为我们今天布置的仿真作业里头 就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 好 下面我们首先把上一节课 给大家讲的一阶动态电路的分析方法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种 就是说在直流激励下 或者说正选交流激励下 分析一阶动态电路的一个标简便的办法 叫做三要素法 那么我们书上呢 教材上也提出说 有些参考书上把它叫做直觉解法 那所谓三要素法 这个公式要求同学们一定要牢牢的记熟 就是说任何一个一阶电路中的变量 它的一阶动态响应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 应该是它的无穷加上零正减无穷 乘一的桃分之t 那么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了 对于一阶动态电路当中 任何一个变量你要求解 都可以用三要素法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条件 激励必须是直流激励 或者正选交流激励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我要强调说是 在直流激励或者正选交流激励下 才可以用三要素法 上一节课陆老师给大家讲解的时候 说到了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简写成优无穷 实际上是说 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分量 什么分量 是不是应该是稳态分量 对吧 那既然是稳态分量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加上去的是一个 比如说指数形式的激励 或者说是一个随 T 变化的激励 比如说就是 AT 的激励 那它会有稳态分量吗 它的激励即使到达 T 区无穷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不是一个稳态分量 所以这个地方的无穷 你就写不出一个稳态分量的之来 所以这个式子要求同学们 心里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了 它是有适用条件的 只有在正选激励和直流激励下 这个三要塑法才可以试用 那么对一阶电路当中 我这地方写的是 UC 那不管是 UC 还是 RL 还是其他的变量 你都可以用三要塑法来求解 那我们还把电路的响应 除了从解数学方程的角度 把它分成展态响应和稳态响应以外 那么还从它的物理意义上 把它分成了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 那对于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三要塑法来求解 我这以 UC 为例的话 那么它的零状态响应应该是等于 它的稳态值乘以一减一的负涛分之地 所谓零状态 大家一定记好了 指的是电路中初时 元件的初时储能为零 也就是说零状态指的一定是 RL 零正等于零 或者是 UC 零正等于零 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变量的初时值等于零 零状态响应这个地方一定指的是 UC 零正等于零 或者 RL 零正等于零 那同学们在我们做下一节课 CD课的有一道题的时候 你会深刻体会到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一再强调 说这个零状态响应 指的是 UC 零正 或者是 RL 零正等于零 那么零输入响应指的就是 电路当中没有外加激励 只有储能元件的初时储能引起的响应 叫做零输入响应 好 有了这个 我们把上一节课的复习以后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讲第一个 叫做脉冲序列作用下的RC电路 那么电路情况是这样一个样子 只不过现在我的激励呢 是这样一个脉冲序列 是这样一个脉冲序列 好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在这样一个脉冲序列作用下 我的RC电路中的响应以UC为例 我们求UC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家先从这个图形上来定性的分析一下 在 US 等于 100 伏的时候 我们这儿为了将来在列写表达式的时候 书写的方便 我们把它的周期写成了 RT 周期写成了 RT 那大家看一下在 0 到 T 这个区间 US 是等于 100 伏 在这段期间这个电路里头的过渡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现在已经告诉你 UC0 负等于 0 应该是一个什么响应 在第一个周期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响应 对了 是一个 0 状态响应 0 状态响应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第一个周期这个上头的电压是 0 这个地方是 100 伏 那么这个电容要怎么样 是不是要充电 对不对 电容上头的电压要逐渐的增高 那增高到一定程度以后 到了 T 等于 0 的时候 我把我的激励撤掉了 现在激励等于 0 了 激励等于 0 这段期间 这个地方相当于什么 短路 对不对 既然短路以后 这个时候我的电容上是不是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能量 对吧 那 G 这个地方短路掉以后 这个电路又要怎么样呢 是不是又要开始放电 电容又要开始放电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一个周期一个周期 就周而复始的这么进行下去 但是中间的这个进行的具体的情况 是和我们这个周期和这个电路的时间长数密切相关的 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一下 第一种讨论这个周期 T T 远远大于 T T 远远大于 T 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说 对于一阶动态电路工程上认为 它经过多长的时间到达稳态了 是不是经过三套到五套以后 它就到达稳态了 现在我说 T 远远大于 T 那意味着什么 在我这每半个周期内 无论是它等于100伏 还是等于这个的时候 这电路中的过渡过程 是不是可以认为它已经结束了 已经到达稳态了 对不对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情况 那既然到达稳态 我们可以想见 在这个周期内 电容应该被冲到100伏 在这半个周期内 电容应该放电到零 对不对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零到 T 周期内 那么就是用三要素法来做 UC0正等于 UC0负等于零 这时候的 UC无穷 很显然应该等于100伏 对吧 在前半个周期内 然后 T 是等于 RC 的 这是 RC 电路 很简单 那么有了这三要素 我们可以很快地写出 在这半个周期里头 UC的表达式 画出图形来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 然后再到底下半个周期 T 大于 T 小于 2T 的时候 电容怎么样 要开始放电 对吧 那开始放电的话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不是零正了 是 T 正 那么这个时候 它应该是100伏 我们认为过渡过程已经结束了 现在条件是 T 远远大于 T 那么这时候 它的稳态值应该是多少 稳态值是多少 是不是零啊 远远大于 T 吗 稳态值是零 然后 T 仍然是 RC 写出 UC 的表达式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注意一下 封母上这个地方 强调一下是 T 减 T 因为现在的换路时刻 是在 T 等于大 T 的时刻 而不是 T 等于 0 的时刻了 所以说这个上头的变量 必须是 T 减掉大 T 那划出它的波形 就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周期 周而复时 不停的这样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仿真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 现在我是把一个频率为 1 赫兹的这样一个脉冲 加到这个 RC 电路上 这中间通过了一个延迟开关 在 10 毫秒的时候动作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电容是零 然后用试波器看一下它的波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每半个周期里头 它都到达了稳态 你比较一下这个周期和电路的时间长数 周期是频率是 1 赫兹 周期是不是 1 秒 然后现在的时间长数呢 RCEKO乘以 20 个μ 法 10 的 3 次方 10 的 负 6 次方 20 乘以 10 的 负 3 次方 那就是 50 个毫秒 也就是说现在我的周期是时间长数的 20 倍 对吧 那我们认为三套到五套就到达稳态了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个情况下 每半个周期里头就到达稳态 或者说你从 如果说我把电容电压作为输出波形的话 可以看到 现在的输出和输入基本上 还行 还能够比较 那个比较真实的反应输入 只不过在这个上升颜下降颜 这儿稍微有一点点击变 对不对 那好 如果现在不是T远远大于套 而是T跟套是一个可比的量级 会是什么样子呢 现在T跟套接近 我们取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或者你现在就讨论T等于套的情况 会是什么样子 T等于套会是什么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周期毫无疑问 电容肯定还是要充电了 对不对 一直充到T等于大T时刻的时候 这时候的过渡过程 肯定没有结束吧 那刚刚经过一个时间长数 对不对 可是这个时候 它电路又发生了一次换路 电源突然撤掉了 那它没办法 只能是又开始放电 对不对 对吧 然后放电 刚刚经过一个时间长数 又发生了一次换路 也就是每一次 它的过渡过程还没有结束呢 又发生了另外一次换路 它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过渡过程 那这样子 到底电路当中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仿真 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一下 电路结构和刚才完全一样 只不过现在我把我的周期变成了 是频率变成了100赫兹 周期变成了0.1秒 变成了0.1秒 我们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后头都看不清楚了 你看一下前头它是怎么变化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 从这开始动作啊 开关盒上 它开始充电 刚经过半个周期 刚经过一个时间长数 它哗一下 又发生了换路 那么这时候它要开始放电 放电刚刚放了一点点 又开始充电 然后充电 但是经过足够多的周期以后 发现电路是不是 它的响应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 这么一个状态 进入了一个稳态 对不对 我们现在所谓的稳态 实际上是有两个展态过程组成的啊 但是在每一个周期当中 每一个周期的起始值和它的中止值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电路进入了稳态 我们今天着重讨论的就是在这个这种电路进入稳态以后的情况 前面这一部分的过渡过程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从零开始逐渐上升的过程 我们在课堂上不给大家讲解 请同学们喝一口回去 自己看一下那个我们教材当中也不要详细的解释啊 好 我们下面就来讨论电路进入稳态以后的情况 那么对于这种电路 我们的分析方法呢 是分成这样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认为电路已经进入了稳态 我们刚才说了前头的展态情况 我们在这不讨论啊 所谓稳态也就是说每一个周期的起始值和中止值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状态下的电路来求解 什么叫不同的状态下的电路 也就是说我的US等于100V和US等于0的时候 这两个电路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一个是充电一个是放电 我们必须分别求解这两个电路来得到UC的表达式 然后呢我们要利用边界条件来求出关键点的电压和电流 什么叫做边界条件 我们接下来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大家来体会一下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认为电路已经进入了稳态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周期的起始值和中止值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阶段是电容充电还是放电 充电嘛对吧 电容电压逐渐增高充电的阶段 那么它对应的等效电路图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100V作用在上头 UC在充电对吧 是不是 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我们用三样速法求解 UC临正 我们为了写的那个方便起见 把进入稳态的这个时间起点 把时间的起点挪到进入稳态的那个地方 如果不是的话没有关系 肩膀上加一个T减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地方为了表达是那个比较简便一些 我们把时间起点挪到这儿 那对这个电路大家用三样速法解一下 这时候的UC临正肯定不是零吧 对不对 应该是它这个起始值U1对不对 那无穷是多少 对于这个电路UC无穷是多少 是100还是U2 100还是U2 100 我们现在的等效电路是这个 你别想着说后头到U2它就结束了 结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英国电路 后面将要发生的动作不会影响我前面的变化规律 对不对 我前头这部分变化的时候 跟你后头发生不发生换路 有没有动作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 所以你不要去想着说到这个T等于T 就是说它到U2它就停了 所以说你稳态值显成U2那就完蛋了 稳态值还是100V 等效电路就是这个 所以稳态值还是100V 时间长数很简单 就是RC 那由这个我们可以写出来 UC在充电这一段时间内 它的变化规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这是充电 那第二个在大于T小于2T的时候 放电呢 这时候等下电路图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时候的US是不等于0了 对不对 US等于0这个地方就相当于短路 那么这时候电容要放电 那仍然是用三氧素法求解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是T正等于U2 从这开始放电 从U2开始放电 这时候的稳态值是多少 UC无穷是多少 对了 UC无穷是0 千万不要写成是U1 UC无穷是0 然后Tal还是RC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 在放电这一段时间内 电容电压的表达式 好了 这两个时间段 我们画出相应的电路图求解结束了 接下来到第三个第三条 也就是说我们要利用边界条件求出关键点的电压和电流 什么边界条件呢 我们认为电路已经进入稳态了 这进入稳态我们刚才说的条件还没利用上呢 在充电这一段时间内 也就是说我用这个表达式求解的时候 在T等于大T的时刻U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U2 然后在T和2T这一段区间内 我用它放电的这个表达式求解的时候 在周期在时间等于2T的时刻 它的电压应该等于多少 对了应该等于U1 这是我们的两个边界条件 注意用分别用不同的表达式 它等于T的时刻 这个UC应该等于U2 冲到这儿 那么在这个放电的时刻 T等于2T的时候 UC应该等于U1 好了 两个方程解两个位置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U1U2解出来 对吧 两个方程解两个位置数 我们就把U1U2解出来了吧 对吧 有问题吗 通过这一道题呢 这个这一段讲解 希望大家对脉冲序列作用下的这种动态电路 我们这当然是RC电路 那你还可以去分析RL电路都一样的 我们接下来的例子里头会有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 在不同的时间段内 它的等效电路是不一样的 好了 有了这一段理论知识的储备以后 我们下面就可以讨论一些实际的应用 首先我们讲动态电路的特性 跟我们的实际应用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 我们讲的例子呢 是MOSFET反向器的输出延迟 这个反向器的电路 大家已经 这实际上是一个buffer 是一个缓冲器 因为有两极反向器 对吧 反了又反 实际上就是一个缓冲器 在我们前面第一次讨论课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我们还可以用电路符号写成这个样子 现在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家的这个UIE UIE是一个方波信号 是一个脉冲序列 那我们理想的情况 就我们目前所讨论的知识来讲的话 我们得到的这个UOE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 注意一下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UOE 也就是说第一个反向器的输出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来讲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 是不是也是一个风波 但是正好和这个UOE完全相反 它是高的时候 它是低 它是低的时候 它是高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波形 但事实上 无论是在实际当 什么样的应用当中 你都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波形 更多的地方 时候呢 你是得到的这样一个波形 有点类似我们刚才脉冲序列作用下 哪个 哪一种情况下的情况啊 时间长数跟T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周期远远大于我的电路的时间长数 它在每半个周期里头能够到达稳态 对不对 是不是有点类似我们刚才脉冲序列作用下的 那个第一种情况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这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的 但是实际上它确实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得到这种理想的波形 而实际当中得到的就是这种 上升员和下降员都有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Mousefit的SR模型 也就是说它导通的时候是一个 呃 是一个电阻RON 打开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 那我们可以把输入和输出 呃输入在逻辑0和输入在逻辑1 两种情况下的等效电路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啊 输入UIE是逻辑0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UGS是0的时候 UGS等于0 第一个反向器导通吗 不导通对不对 不导通不就是一个打开的开关吗 DS之间就是断开的对不对 DS之间既然是断开的 那么UO1就应该等于US是一个高电瓶 对不对 UO1是一个高电瓶 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UGS2是一个高电瓶 对吧 UGS2是一个高电瓶 表示什么意思 第二个反向器就应该导通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个RON 对吧 那么这个逻辑等于1的时候也是类似的 逻辑等于1 第一个UGS1等于1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导通的 就应该是RON 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是RON的话 那这个UO1就应该是US在RON上那边的一个分压 对不对 我们要求说RON要远远的小于RL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值 就是一个低电瓶 那么既然它是低电瓶 对于第二个反向器来讲 它的输入是低电瓶的话 它就应该截止这个地方就是打开的 对吧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SR模型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理解起来这两个等效电瓶图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么这种电瓶模型 我们前面讲的SR模型 实际上它是有问题的 在我的工作频率非常高 或者说我的输入信号的频率非常高的时候 Mouse Fit的器件当中一些极尖的电容就不可忽略 我们在课堂上可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去给大家讲Mouse Fit的结构 但是我们课外网络学堂的补充材料里头 给大家发了好多材料 如果有同学看的话会发现 那么它的极尖是有很多砸伞电容 就在频率很高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UI的频率很高的时候 我们必须修改这个电瓶模型 来体现这种寄生电容的影响 那为了减变起键的话 我们这只考虑GS之间的电容 也就是说这两个之间必须加上一个电容 GS之间不是一个理想的开钩 不是一个完全的短路 完全的开路 这个时候工作频率特别高的时候 要考虑它的寄生电容的影响 那么这个地方考虑了CGS1 CGS2 有了这两个电容以后 我们的电路就原来的电阻电路 变成了动态电路 对吧 那既然有了动态电路 看来它的响应就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简单了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我的输入由1变成0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波脉冲 从高电瓶从100伏变成0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 那么相应的等效电路就应该是从这个变成这个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变成这个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它导通的时候 这个地方如果说UGS 这个UGS1是瞬间的从100伏到0的变化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开始100伏导通的时候 U1是不是一个非常小的值 对吧 是不是一个非常小的值 然后现在突然的我把UIE变成了0 那第一个是不是应该立刻关断 对不对 它变成了0 它应该是关断的呀 关断完了以后 如果没有这个UG 没有这个CGS2的话 我的UO1是不是立刻就变成了US 对不对 但是因为有了CGS2的存在 我们说电容上面的电压是什么呀 不能突变的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动态电路特性的 动态元件特性的时候 电容上面的电压和电感上面的电流 是不能突变的 有了CGS2的存在 这个UO1它不可能从0立刻跳变到US 它中间肯定要经过一个充电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当它从我的输入 从1变为0的时候 这时候的等效的电路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的US要通过RL对CGS2充电 然后CGS2上面的电压 也就是这个UGS2逐渐的升高升高 升高到一定程度以后 才有可能导致我这个后面的第二个反向器导通 对不对 那么从它 它从0开始逐渐升高到那个 使它导通的那个值 我们把它称之为导通阈值的话 这段时间是不是就是我那个 刚才大家看那个波形的 上升岩那个地方的一个动态的变化 是吧 好我们把它用三要素法求解一下 这一部分的过程 UOE灵症是开始的时候 它就等于RON上面的分压 因为RON特别小 所以我们把它是约等于0 然后无穷的时候 也就是最终到达稳态的时候 UOE是不是就应该等于US 对吧 然后充电回路的时间场所很简单 就是RL×CGS2 那么根据三要素法 我们可以很快写出来 然后我们令UOET等于UOH 我们把它称之为导通阈值 也就是说你这个值必须上升到 这个UGS2必须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 才有可能导致我这个地方导通 对不对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MOSFIT的器件特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什么 UT对不对 当然这个地方的导通阈值还不是UT 具体的同学们可以去看相关的资料 但是的话这个地方 你可以有一个定性的认识 对不对 必须上升到一定值以后 才有可能导致它导通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 这一段时间称之为 输入从1到0的传播延迟 PD propagation delay 是传输延迟的意思 这是上升 输入从0到1的传输延迟 那我们类似可以分析输入如果说从0变成1呢 输入从0变成1也就是说从这一幅图变成了这一幅图 开始的时候是0的话它是关断的 关断的时候这时候UO1是不是应该等于US 然后它要变成1输入这个UI变成1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立刻导通 立刻导通的话这个RON最终如果到达稳态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值 但是正因为CGS2的存在 导致我这个UO1的电压 不可能立刻从高的US变成一个非常小的值 中间它必须经过一段过程 那什么样的过程呢 这时候的放电回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这幅图现在应该考虑换路后的 变成1了 这幅图上可以写出来CGS2的放电回路应该是哪个 是不是应该这样 US经过RL然后RON和CGS2这的一个并联 看虚线框里头这一部分 是不是 这是它的放电回路 好了那我们这个放电回路 也可以用三要素法求解 求出来这个时候它的放电的时间长 是RON乘以CGS2 看一下你们的片子上和上一篇的 充电回路的时间长数 哪一个更小啊 哪一个更小 刚才充电的时间长数是多少 大家不用急着记笔记 那空能来的地方就表示说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课后会把这个PPT都上载到网络学团去 所以到时候你们的课堂上关键是 你要跟着听懂了 可以看出是充电的时间长数更长一些 也就是说上升炎的积变更严重一些 一般放电是非常快的 因为这个RON是一个很小的值 那么通过这个放电过程 我们也可以把输入从0到1的传播延迟给求出来 这个地方我们把UL称之为是它的关断预值 也就是说我的CGS2上面的电压必须下降到一个足够低的值 才会让这关断 让这个MOSFIT不导通 然后UOR才会变成一个高电瓶 好了我们把这两段求解过程画出来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求了UO1它下降的时候 有一个动态过程 上升的时候也有一个动态过程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假设是一个关断的预值 这个呢是一个导通的预值 那么这个它从一个高值下降到这个关断值的这一段时间 就中间这一段时间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输入从0到1的传播延迟 而这一段呢就称之为输入从1到0的传播延迟 那么最终得到的实际的在UOR上面的波形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和最早的这个UIE 大家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是不是在无论是它在上升还是下降的时候 都有了一个传播延迟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实际上通过这个分析过程的话 同学们可以理解一下 问一下 说咱们现在用的这个CPU 呃现在的频率 比如说是一个G 过三个月变成两个G 再过三个月变成六个月三个G 那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这不开发商逗人玩 那么制造商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一下子造出十个G来 我就直接买一个CPU就完了 都老得让我升级 什么情况下才能出现 说它的应该是这个波形的周期 这个工作频率应该是远远的大于我这个的时间长数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工作频率特别特别高 那我这个周期特别特别小 越来越小的时候到达跟我的这个时间长数都可以比你的时候 那你这个反向器还能够实现正确的这种逻辑吗 是不是就没法实现了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RC脉充序列 脉充序下RC电路里面那个第二种情况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个CPU它必须是受制于当时的器件制造水平 你器件制造水平上去了 过一段时间 它也可能把工作频率提高一下 如果说上不去 那它工作频率就上不去 好 这是这个例子体现了说 动态电路的特性 对我们实际应用的一个不利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要来看看 怎么样利用动态电路的特性 来形成一些有用有利的应用 那主要是两个典型的电力电子变流电路 那么第一个是直流变直流 也叫做chopper 掌波器 大家知道有几种变流器啊 几种变流器 你想交流变直流 或者直流变交流 用不交流用不直流 这两个之间来回变换 有几种变几种 有几种 四种啊 对啊 交流变交流 交流变直流 直流变直流 一个四种变流器 那我们这是电力电子电路当中常用的四种啊 那每一种呢 就ac变dc叫做什么 叫做整流 dc变dc叫做斩波 ac变ac呢 那就是交交变平啊 现在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dc变ac呢 叫做逆变啊 这是rectifier 这是chopper 这个是inverter啊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dc变dc当中怎么样来利用我们动态电路的特性 来改进啊 首先给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个10V的电压源 可是我的电路板上只能要5V的电压源 是不是10V变 这不是直流变直流吗 对不对 你得给我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变 怎么变 我们现在从 刚才有多远说用两块板 是说分压后面加运放隔离那意思吗 那是一种方法 是我们前面讲运放的时候 讲那个就是运放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介绍 那今天我们讲用电力电子电路怎么样来做 首先我们是用那个 我们从平均值的角度来考虑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加一开关 这个US是10V 那我为了获得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平均值是5V的电压 平均值是5V的电压 我这开关应该怎么动作 对了 有同学已经说出来 开通一秒钟关断一秒钟 开通一秒钟关断一秒钟 这不就平均值就5V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那这东西显然不是我所期望的直流 这叫什么 一会儿就没法工作了 是不是 然后中间的过渡过程太厉害 所以说我们必须给它进行改进 那怎么样改进呢 我不希望它这上面的电压变得这么厉害 蹭一下从10V变到0 再蹭一下从0变到10V 应该怎么样来改进它 用电容也可以 用电感可以不可以 我们刚才说了 说刚才那个脉冲序列作用下那个东西不就是这意思吗 就是说利用电容上面的电压不能突变 包括刚才MouseFeed的那个分析是不是也这样 电感上面的电流不能突变 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穿上一个电感器的话会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我出来了一个 刚才把开关 那真正的在电子电路当中 你不可能说哪一个开关 你自己人去那么倒来倒去的 我们这个地方用一个MouseFeed来代替 MouseFeed不就是一个电子开关吗 我只要给它加上脉冲的话 它不就是一会儿导通一会儿关断吗 对不对 然后得到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显然不是我所期望的 这脉动太大 直流的那个电流电能质量太差 那我这个地方就是说 想利用电感能够维持电流的能力 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串上一个电感的话 由于电感上面的电流不能突变 那么即使你这个US将来变成0的时候 这个当中的电流还会继续流过 它只不过是一个放电的过程 逐渐的减小 这样的话我这上面的电压就不会蹭一下 从0变成10或者从10变成0了 对不对 但是仅仅这个样子可以不可以呢 光在这儿加一个L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不可以 有没有问题 这个L的取值有没有限制 回顾我们刚才脉冲序列 一项来讲的说两种情况 你希望是第几种情况 是不是应该是第二种 如果是第一种的话 你在每个周期里头都到达稳态了 最终还不是从10到0从0到10吗 对不对 我希望是第一种 它还没有完全放掉的下来了 没放掉的下来了 最终到达一个稳态的 大家看那个U1U2的那个脉动 是不是要比0到10的脉动要小得多 0到US的脉动小得多 对不对 所以说肯定应该是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我这个电路的时间长数 要远远的大于T 越大越好 越大的话经过的过渡过程 相当于那个时间套的就越小 对不对 它脉动就越小 我们一会可以通过仿真来看一下 那是不是有了这个L除以R 远远大一T就可以了呢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电路 我们希望说这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这个上头的电流 不会突然降成0 是利用L的维持电流的能力 但是就你目前这个电路来讲 你看看 即使说我L它有这个能力 维持电流不突变 但是你这个回路 一旦这个地方打开以后 这儿还有续流回路吗 它电流没法流 你怎么去维持它不变 对不对 它往哪儿流啊 一旦开关打 还有一个这儿断开了 电容电感上面的电流 不突变也得突变啊 对不对 我的KCL KVL 是成立的肯定 对不对 所以应该想办法在这儿 再改进一下 怎么改进 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什么叫续流二极管 也就是说这二极管 在这儿的作用主要就是续流 大家看一下 在正常导通的时候 二极管通不通 是不是不通 这个电压上阵下腹 二极管加了一个反向偏制电压 所以说这条支路对后面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但是一旦这个地方打开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通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好 有了这个电路以后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来实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仿真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12伏的电压 这儿加了一个开关 这开关的通断 是我由我这个脉 脉冲来控制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电感 这是一个电阻 然后这个地方是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 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就跟我们刚才那脉冲序列 作用下的RC电路一样 经过若干个周期以后 电路是不是进入了一个 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 初始值等于 每一个周期的初始值 等于它的中止值 但是这个地方的脉动 是不是要比我这个 0到12伏那样的脉动 要小得多 我们刚才还说了一个 就是说电感是越大越 好我们不妨做一个参数扫描 看一下 做一个paramid sweep 做一个参数扫描 我们说电感越大越好 现在这电感 我让它从0.1亨到1亨变化 然后输出的是六节点的电压 也就是说是我的输出电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电感越大 脉动越小 看一下 这个最上面的一根 对应的是电感等于1亨 最下面的一根 对应的电感是0.1亨 是不是越往上脉动越小 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过渡过程是不是也越长 是不是 下面这个地方很快就到达稳态了 那上面还没有进入稳态 这是很好理解的 你的L越大 不时间长数越大吗 当然电路的过渡过程 时间就越长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电感越大 脉动越小 但是它的过渡过程的时间 也就越长 好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看一下 仍然是讨论 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分析方法一样 仍然是讨论电路进入稳态以后的情况 假设我的电路现在已经进入了稳态 在每一个周期里头分成两个情况 要画出电路图 求它的解 那么对于UI 这个开关导通和开关关段 显然这两个状态下 它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为了分析的简便起见 仍然是把进入稳态的这个时间起点 定为零 那么在 这个控制脉冲是高电瓶的时候 这个电路是导通的 导通的话 二极管是截止的 也就是说电感在充电 这个上面的电流在逐渐增大 导致这个电压也逐渐增大 这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一旦这个 控制脉冲这变成零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关断了 关断以后 就是这样一个蓄流回路 那么这个电阻是要耗能的 所以说I在逐渐的减小 导致这个U也在逐渐的减小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写成是 TON和TOFF 总的周期 当然就是TON加上TOFF 下面我们分两个时间段 讨论一下 假设进入稳态以后 在每个周期里头 电流的最小值是I1 最大值呢是I2 分别对应着充电的起始值 和放电的起始值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0到TON这个时间段 它的等效电路是什么 对上面这个电路 这个地方导通了 等效电路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就这样 对不对 二级管不导通啊 这个地方已经导通了 是不是就这样 很简单吧 那我用三要素法求解一下 零正的时候是零 这是I1 注意一下啊 进入稳态以后的情况 零正是I1 稳态值是多少 稳态值是I2吗 不是I2吧 等效电路在这儿 应该是US除以R 文态值应该是US除以R 那么时间常数 对于RL电路来讲 就是L比上R 三要素法很快可以写出 它的表达式 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 这是第一个时间段 零到TON时间段 那么下面一个 在零到TOFF这个时间段 TON到TON加TOFF这一段 也就是在这一段 这时候它的等效电路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关断掉了 那左边这一部分 还有影响吗 没有 二极管我们现在用 理想的二极管模型 它没有压降 那这地方就相当于是短路 是不是就这样 现在电感是不是就在放电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 仍然用三要素法求解 它的起始值应该是多少 对了 起始值应该是I2 非常好 那稳态值呢 稳态值是不是应该是零啊 千万不要写成I1 稳态值是用这个等效电路来判断 稳态值就是零 那么时间长出仍然这么多 所以求出I2是这么多 同样的注意肩膀上这个地方 要T-TON 因为现在的换路时刻 是在TON时刻 好了 有了这两个时间段 我们求出的结果 下面就开始执行 我们的第三步 要利用边界条件 求出关键点的电压和电流 现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类似于我们刚才求电 脉冲序列作用下的RC电路 边界条件是什么 对于充电这一段 它最终充到TON的时候 它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I2 对不对 用这个表达式 在T等于TON的时候 电流应该是I2 那对于这个表达式来讲 在它放电放到大T时刻 它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I1 对不对 所以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用这两个方程 结两个位置数 当然也可以把I1I2求出来 有了I1I2 当然你就可以求出 在一个周期内 电流的平均值 进而求出一个周期内 电压的平均值 电压的平均值 那么这个电路呢 我们来稍微再深入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通过我们的仿真说 那个电感越大的时候 它的脉动越小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的L取得足够大的话 那么将来在一个 最终到达稳态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成 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直流了 对不对 只要我的L足够大 最终是不是可以得到 一个恒定不变的直流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直流电压 和我们最初的这个US 用来变的这个US 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L足够大 所以我可以看成 一个周期里头 这个电流基本上是不变的 那电流不变的话 这个电阻上面 电压是不是也不变 但是因为进入稳态 你要想为 要想达到稳态 在充电阶段 它吸收的能量 是不是应该等于 放电阶段 它放出的能量 对不对 这样才能到达稳态 如果说充电的 大于吸收的话 吸收的大于发出的 它的电压叫不停地抬高 如果是吸收大于发出 那叫不断地降低 对不对 只有当半个 一个周期里头 吸收的能量 等于发出能量 它才会到达一个稳态 对不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面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